蒙少峰、赵丽颖离婚的原因总说纷纭,很大一部分人觉得他们之间是被婆婆所阻挠,二人之间的出生条件相差太大,而老一辈的确是很在意门当户对这件事,才会导致这两个人走向离婚的结局。 只不过,但其实在这段婚姻当中,赵丽颖付出了很多,从被质疑恋情开始就一直被网友诋毁骂,骂骂,因为她全程都在辟谣这段感情,被无数的网友拍到铜框牵手,可她一直在辟谣,直到最后官宣结婚。 其实这或许与冯少峰的恋爱史有关,在8月22日这天,有媒体晒出了冯少峰的恋爱史,说赵丽颖才是这段婚姻的受害者,之所以选择离婚,也或许与她的恋爱史有关。 爆料当初,与妮妮的和平分手是假的,与赵丽颖三年的婚姻更是作息而已,刚从出道起,冯少峰就从未停止过恋爱,或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,让她根本就不在意自己的事业,毕竟不管怎么做,都会有人给她兜底,所以她真的就将职场当成了娱乐圈,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心爱之人。 刚出道时,还是佩姐的冯少峰,就与崛起中的另一新人徐奇闻恋爱,交往一年后因为异地分手,之后与男友出轨的胡姓儿因戏相识,港媒也是一度曝光俩人的恋情,但后来黄宗泽成功挽回了自己的女友,他们两个也就没有了联系。 之后的一年当中,冯少峰又与棒大款专业户的安以轩因细结识,她大方对媒体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对方,想要拼尽全力去追求对方,可对方当时已经有了男友人选,并没有搭理她,直到功能热议。 让冯少峰成为了当红流量,或许是真的对杨幂产生了感情,她还是喜欢在镜头前与杨幂暧昧,导致外界传出了绯闻,可杨幂并不承认,一度是出面否认,逼得冯少峰也只能出面否认, 可就在否认之后,冯少峰就取关了杨幂,更是将对方的动态全部删除了,而女方则是在不久就官宣了与刘凯威的恋情。 在这时候,冯少峰官宣了女友妮妮,两个人打得火热,可最后却突然官宣和平分手。 在这之后,冯少峰就开始了短暂的感情史,最初先是林允,后面是赵丽颖,不明让大家质疑当初的和平分手是假的。 至于赵丽颖那三年的婚姻,外界一直有传言是作息而已,因为领征六个月就生下了二十。 这儿子,这无疑是凤子成婚,之所以结婚,不过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户口罢了。 这三年当中,男方一直在推托婚礼,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就是不肯举办婚礼。 可就在离婚了之后,网上却有消息爆出,冯少峰准备给赵丽颖补办婚礼。 第一点就在巴厘岛,并且邀请了很多的媒体记者,会对外公开这场婚礼, 只不过爆料着拿不出什么证据,粉丝也不赞同两人复婚,或许这只是网友的一个遗憾而已。 针对于赵丽颖与冯少峰,在感情上或许有自己的难以之言, 但在公众面前却从未指责过对方的不是,为了孩子给对方留着体面, 这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 离婚后的冯少峰,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活跃在荧幕上, 转而将生活重心放在了家庭和孩子上。 尽管每年也能够看到她的一部作品, 但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家中陪伴孩子,过起了家庭主妇的生活。 所幸的是,冯少峰是富二代,生活无忧, 否则这样的生活状态可能会让她的经济、状况变得结枝。 就在众人以为冯少峰要彻底转型的时候, 她终于带来了新的作品《作作风流》。 这部古装剧由冯少峰,景天和徐海乔主演, 讲述了景天扮演的女主角,如何从一个小宫女成长为一代皇后, 最终与冯少峰扮演的男主角过上了幸福生活。 七夕姐当天,冯少峰和景天同时官宣了一个好消息, 他们将前往某浪平台和鹅场扫楼并与粉丝进行互动。 这次扫楼活动不仅是为了宣传新剧, 更是为了增加三人的人气。 对于冯少峰和景天来说,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 而在七夕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 赵丽颖却发了一个令人心酸的动态。 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张照片, 独自一人坐在窗台上, 手里拿着一瓶啤酒,对着瓶口喝酒。 这一幕让人感受到她的颓废和悲伤。 不少网友猜测,在这个情人节里, 单身的赵丽颖是否也在渴望能有一个陪伴的人。 这是一段让人心疼的爱情故事, 也是一场考验人心的心理战。 冯少峰和赵丽颖,两位影视界的顶级明星, 曾经是无数人羡慕的金童玉女, 却在短短两年内从结婚到离婚, 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情风波。 他们之间的情感纠捆,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, 也让他们自己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和痛苦。 据悉,冯少峰在离婚后一直处于低落和抑郁的状态, 无法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。 她近期身心疲惫,工作效率低下, 甚至出现了自残和自杀的倾向。 她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幸福和健康, 不惜三次下跪,求赵丽颖复合, 希望能够挽回这段曾经美好的感情。 冯少峰的母亲表示, 她认为赵丽颖是冯少峰最爱的人, 也是最适合她的人。 她不希望看到儿子, 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放弃了自己的幸福。 她说,我只想让他们重新在一起, 重新快乐起来。 而赵丽颖对于冯少峰母亲的请求, 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。 她只用了八个字回应, 未知,还在思考。 赵丽颖表示, 她和冯少峰之间的问题, 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, 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, 来沟通和调整。 她说我不否认我对她还有感情, 但是感情不是全部, 我们之间有很多矛盾和分歧, 也有很多需要改变和妥协。 我不想轻易地就做出一个决定, 我要好好地想清楚, 这段感情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 从赵丽颖的回应中可以看出, 她是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, 她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或者同情, 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和选择。 她对这段感情有着自己的判断和标准, 她不会盲目地跟随别人的意愿, 或者自己的情绪。 她要给自己和冯少峰, 一个公平和尊重的机会。 让她们能够真正地了解和接受彼此。 冯少峰和赵丽颖的爱情故事, 让我们看到了两个人在面对感情危机时的不同态度和选择。 冯少峰是一个执着而敏感的男人, 她对赵丽颖有着深深的依恋和牵挂, 她无法忘记过去的美好时光, 也无法面对现实的残酷, 她需要更多的关爱和支持, 也需要更多的勇气和信心。 赵丽颖是一个理智而坚强的女人, 她对冯少峰有着真诚的感激和尊重, 但她也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, 她需要更多的空间和时间, 也需要更多的沟通和理解。 我们不知道她们的未来会如何, 也不知道她们是否会重新走到一切, 但是我们希望她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和平静, 能够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和困扰, 能够保持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和信念。 我们也希望社会能够给她们更多的尊重和宽容, 不要过分地干涉和评判她们的私人事务, 让她们能够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选择。 我们祝福冯少峰和赵丽颖, 愿她们都能够快乐起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